音樂 新梅啊 小孩越來越大了 妳覺得以後 要讓他在台灣念大學 還是送到外面去 在台灣賭一賭就好啦 大學 可是妳不覺得送去外面 可以增長一些國際觀什麼的 還沒有啦 那個是噱頭 我跟妳講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爸爸那時候花很多錢 把他送到加拿大去讀書 讀大眾傳播 結果咧 他去外面回來 還不是一樣四五十歲了 還在電視上冷宵 然後有一次喔 那他說不然妳用個英文字 我介紹好歹也是留學生 稍微展現一下 對 就妳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說嗨 我傻眼耶 像話嗎 我都替他爸感到難過了 他送他去加拿大回來 I'm hungry 妳講了這個人 好像我認識 對 妳跟他應該很熟 我熟了快五十年了 什麼快五十年 講到冠軍 妳講我幹什麼 好 不然這樣好了 給妳一個經歷比法 英文自我介紹 哪一支 都可以 妳選 這一支是怎樣 幹什麼東西 妳丟不丟臉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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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今天其實不要拿一個 失敗的例子來開場 對不對 因為今天我們有土生土長隊 也有取經海歸隊 來看看他們兩隊 到底實力如何 對 看他們比看我們兩個好多 對 可不可以錄影 可以錄影 可以錄影 歡迎收看 對 因為孩子的教育 不能等 是不能等的 好不好 現在少指化 每個家長都把孩子當寶 是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 兩岸籍國際教育師 這個資料統計 有這個詩 對 有 現在才知道嗎 沒關係 在我們節目 你可以知道更多的事 對 其實我們統計 從2012到2022年 每一年出國留學的人數 是一直在增長 但它到底從海外回來的 真的有比較厲害了 趕快歡迎他們 好 我們先來歡迎我這邊 取經海歸隊 歡迎鳳哥 歡迎 鳳哥是 美國加州大學國科來分享的 電腦科學學士 然後接下來是 蘿莉塔 莉塔是輔大的西班牙碩士 但是她後來精進自己 也跑到西班牙去留學了 接下來是音樂材質 鹿西班牙 謝謝 波士頓的國科利音樂學院 國科利很多厲害的音樂人 那又怎麼樣 我們土生土長隊 許孟哲 請問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師 是 她2017年有入選 好厲害 她有什麼亞洲比賽 是 然後代表台灣 算國手等級的 對 下一位 不得了 是 是我們學霸級的人物 何宇文 政治大學 阿拉伯宇文系 不知道剛時為什麼會填這個志願 而且她嗆說 她大學聯考國文分數 全國全十秒 她之前來 把我們關主逼到剩一秒 是 關主看到她都怕了 有一些關主好像辭職了 對 所以今天有再特別換一個隊伍 是 接下來 均白 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士的碩士 她升學考試都是前幾名 都是正職的 因為北藝很厲害 北藝裡面都是非常專業的 現在我們圈內很多前輩 也都是北藝畢業 是 是 那真的有比較開心嗎 應該比較開心吧 我覺得在歐洲唸書真的是 就是那時候會覺得說 哇 這裡的生活 跟在台灣的學生生活完全不一樣 就在那邊的學生生活 基本上就是很晚上課 然後很早下課 很Chill 對就很Chill 然後每天就是在計畫說 明天要不要去野餐 週末要去哪裡玩 可是出去也怕被欺負嗎 這樣陸西派再貴嗎 我其實當時要出國的時候 自己給自己上網 做了很多的心理準備 因為其實我也是台灣 讀到高中畢業 算一個台灣小孩 然後出國讀書 我就想說會不會遇到種族歧視 結果去了之後 我才文化衝擊才這個時候來 這真的沒有耶 因為我發現啊 我去讀Berkeley 是在美國的波士頓 那個地方竟然是全世界 大學密度最高的地方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本地的 大學 對 很有趣 畫大榮辱啊 去那邊 應該臥虎昌龍 每一個都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 其實沒有人在乎你的那個感覺 我有一個好同學喔 他在大學讀四年 他只穿粉紅色的衣服 然後頭髮也是粉紅色的 隱形眼鏡也是粉紅色的 沒有任何一個教授講過一句話 會不會只有你看到他 沒有啦 他在催眠嗎 大學程啊 陽氣很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既然同學騎裝衣服上課 我也想要騎裝衣服 看會不會引起一些騷動 對 我就去他們Walmart大賣場 買了一個那個 那個辣椒醬的那個造型衣服 還有 四拉茶辣椒醬 綠色的蓋子 紅色的 我知道 然後我就穿去上課 一句話都沒有人多跟我講 就有一點受傷 可是同時也覺得 欸 這真的是一個很開放的衣服 真的啊 對 對 結果回來台灣 就開始不習慣 對 我來講八個文 講一句話 馬上 隨便都上去 就隨便都 又一直收斂 對 那講到台灣 柯源她說她大學連考國文 全國前十名 好厲害喔 真的嗎 可是妳大學的時候出道了吧 我高中就出道了 那妳可以全國前十名 中生女中 這我沒有考好 其實我就考好還幾十名 沒有 其實有很 我是那個文科真的滿強的 那因為以前是大學連考 那國文滿分是100分 其實作文是40分 其實我作文就非常高分 我作文是30分 通常人家只會拿20分 然後我選擇題就只做 不錯一題 但是因為有倒扣 然後後來我去查落點 就全國七萬名考生 我大概是排在 七萬名 對啊 均白也是模範生嗎 就是因為 我以前小時候呢 就是我只有上過 才藝班 然後都沒有讀過正規的舞蹈系 然後當我到高中的時候 決定要考舞蹈班的時候 我就考上當時 公認就是 第一的那個 中正高中舞蹈班 我也讀中正高中耶 哇 我是中正高中音樂班的 有 中正高中很有名 在中正高中 中正就才藝很強 很一般 然後後來大學的時候 我就考上 國立台湾藝術大學的舞蹈系 然後現在研究所最終就是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表演舞蹈組的碩士 對 有什麼專修的 專修哪一個 對你主修哪一個 民主舞還是現代舞還是 台灣藝術大學呢 它是 芭蕾 它是芭蕾專修的 對然後北藝大是那個現代 現代比較 好厲害 那你們考試不是比試啊 應該會有術科吧 對我們都是術科考試 你現在可以嗎 太比了 先來吧 真的假的 來來來來 耶 今年的期末考教授出題了 你高跟鞋OK嗎 還是需要脫鞋子 沒有 應該沒關係 小梁錄完至羅興回家 又被製作人罵了 每次主持都吐嘴 反應又不佳 又吃了兩個便當 這時候打開門 發覺時代心又不在 兒子一直哭鬧 拿了很多冰淇淋 零食跟汽水 我擔心兒子又跟我一樣胖 打電話發覺時代心沒有接 對啦 到底啊 演到什麼好記 很棒耶 很厲害耶 說真的 這麼爛的記錄 他可以表演的樣子 對 他真的耶 很專業 今天兩隊都很厲害 好 好 如果勝的隊伍有機會可以得到 十萬元的高級家電喔 那希望呢 兩隊的所學所長呢 今天的題目都會出出來 沒有錯 馬上進入我們的資格賽 腦力頓決變變變 第一題有兩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是蔬菜 第二個提示是長長的 綠色的嗎 綠色的 不是 紅蘿蔔 紅蘿蔔 請站 芹菜 錯 芹菜是綠色的 芹菜綠色的 香菜 香菜 錯 他自己問說 是不是綠色的 紅蘿蔔 一直猜香菜 芹菜 然後壞掉的香菜 紅蘿蔔 撥掉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都吃災 所以他想說 假菜啦 假菜啦 好 百變名偵探 待會兒會給兩個提示 看到提示以後 就可以開始問問題了 對 可是你們問的問題是要是是非題 是或不是 對 OK 我們就會回答你是或不是 然後你就會慢慢依照這些線索 去猜出最後答案 你前面如果想要先試試看 你也可以舉牌回答 好 第一題請出題 好 第一題有兩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是蔬菜 第二個提示是長長的 這個現在合語了 他們回答 長長的蔬菜 它比較有在做菜 OK 對 而且我喜歡長的蔬菜 請問是綠色的嗎 綠色的 不是 那很多了 請問是白色的嗎 有鎖定 不是 好 我答案 紅蘿蔔 紅蘿蔔 錯 芹菜 芹菜 錯 芹菜是綠色的啊 對啊 就有點透明白白的這樣 對 有點透明白白的 再過去問 繼續問 中菜很常用嗎 中菜 是 有耶 中菜很常 腳白水 腳白水 錯 用炒的嗎 只能用炒的嗎 不是 有 不是 好 可以給你們一個提示 因為剛剛孟哲也問說 是不是只能用炒的嘛 對 但其實沒有 有人會拿去炸 炸 牛棒 什麼 牛棒 不是 錯 會很貴嗎 竹筍 竹筍 錯 錯 會很貴嗎 不會 還好 再給你們一個提示 其實有一些人不喜歡 喜歡的喜歡 不喜歡的 千萬不要 來 請說 香菜 香菜 錯 誰是軟的嗎 他自己問說 是不是綠色的 好 開始 擦香菜 擦到壞掉了 香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都吃災 所以他想到你自己做的 對 大哥 你自己問的提示 自己要記得 請問是軟的嗎 軟的 是 不熟識 我打斗牙 斗牙 錯 茄子 茄子 答對 答對 我覺得很重要 煮熟的時候是軟的 對 其實我要 你們自己問的提示 自己要記得 因為我發現他問很快 我就在旁邊聽就好了 你在幫他住口 他問完之後 我就開始分析 是 茄子其實有些人說是蔬菜 但有些人說是水果 因為畢竟茄子 大家在吃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有 有一粒一粒的 其實它有種子 而且我真的像妳講的 我以前討厭茄子 現在很喜歡 真的嗎 它其實沒有味道 對 它其實沒味道 它是口感 口感會讓人家怕 好 那我們恭喜土生土長 土生土長 會獲得一分 換人搶答 大家 有 下一題請出題 好 這一題兩個提示 第一個是 水果 有二個圓圓的 是橘色的嗎 橘色的 不是喔 是紅色的嗎 也不是喔 是綠色的嗎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們有 我們可以搶食物 我們一起玩 兩邊還要運用心 沒關係 我就採跟孟哲一樣 那是橘色 在旁邊聽他問完 他一玩他就拿了 我們橘色、綠色、紅色 都在於無間 刪掉囉 有殼嗎 有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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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紫色的 白香果 錯 來 換你問 我剛剛是在想一樣的東西 對 那你問紫色 有殼跟有皮 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 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它是殼 那整顆可以吃嗎 整顆 你說帶殼還不帶大顆 帶殼 帶殼不能吃 那是大顆還小顆 不是只能問是或不是的答案 對啊 那是大顆的嗎 大顆有多大 你說 這麼大 椰子 錯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等一下 我們猜一個荔枝 荔枝 那是可恩 那是個荔枝 抱歉答錯了 龍眼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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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讓小梁哥來評斷 然後牌子先放下 對 舉牌做到 來 三 二 龍眼 來 莉塔 龍眼 你們要是龍眼嗎 你們兩個在哪來的信心 絕對就是龍眼 對啊 來 莉塔的答案是龍眼 那我壞一個 那我壞一個 荔枝龍眼不一樣嗎 不是 因為龍眼這種小小的 語文比較沒有feel 對 因為它要大的 我都有榴槤 有沒有 好痛 好痛 龍眼它就是帶殼 也帶紫 對 它其實也有人拿來做中藥 也可以入菜 但龍眼本身其實它會富含水分 而且它可以幫助你的消化道 可是龍眼不要吃太多 上火 因為它你吃 有人會流鼻血 對 你吃剛剛好的量 對你腸胃好 但吃太多反而就上火了 而且本身有甜度 太多的糖分 對身體也是負擔的 可是語文姐不要吃太多 所以大家是 你已經雙蝦蝦 已經很活了 好 這是大家 龍眼一下1比1囉 好 恭喜 來 換人 換人 來 下一題請出題 好 這一題 其實怎麼怪怪的 第一個 今天怎麼來要換人 對啊 第一個就是何語文的題目 何語文說 何語文說這他有題目 第一個提示要充電 第二個提示會震動 手機 抱歉答錯 請問是情趣用品嗎 情趣 不 看人 嚴格來說不是 應該不是 對 嚴格來說不是 因為你知道通常情趣用品 你要拿什麼當情趣用品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在賣我不會當情趣用品 對 好 所以基本上不是 是 那君爸要問嗎 舒服嗎 什麼意思 你來 我覺得呢 其實超舒服 超舒服 你二什麼 是就是按摩器具嗎 按摩器具 是 是 可以這麼多 三個字嗎 三個字 三個字 對 對 按摩椅 錯 充電 按摩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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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字 三個字 抱歉答錯 很舒服 對 給你們一個提示 它的震動是你還可以調速度 好啦 速度 對 其實都可以調 都可以嘛 都可以嘛 而且我跟你講 它是好帶的 我可以隨身攜帶 有熱嗎 想的時候就來一個 會熱嗎 有加熱功能嗎 當然 會讓你熱 讓你 像本身不會熱 但是會讓你熱 你問一下 是用的時候舒服 還是用完舒服 什麼 來 君爸要舒服 怎麼樣 很簡單 使用前舒服還是使用中舒服 使用中舒服 來 筋膜槍 恭喜答對 對 對 對啦 對啦 筋膜槍嘛 對 不然你以為是什麼 沒有 沒有啊 你說 那還在思考 還在思考 使用筋膜槍 對 筋膜槍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 對 特別注意一下 在使用筋膜槍的時候 要避開筋骨 還有神經多的地方 所以不要用筋膜槍去打脖子 這邊 它主要應該是打肉 對 因為筋膜槍是肌肉 因為它有很多頭 有大的跟小的 就是在這個 取決於你的肌肉面積 OK 好 現在目前 取經還歸兩分 OK 好 二比一啦 換人搶答 下一題請出題 好 兩個提示 第一個 這個太棒了吧 它同時有在演戲 也有主持 真的 這範圍很廣 我主要是男生 男生嗎 男生 好 我的問題是說 是團體嗎 團體出來嗎 對 不是 有生小孩嗎 有生小孩 其實 台面上應該是沒有 台面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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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我們也要講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在外面 對 我們在外面 可能五、六歲的才抱出來 原來有小孩 之類的 四十歲以下嗎 四十歲以下 應該四十歲以下 對 四十歲以下 大前輩 有戴眼鏡嗎 戴眼鏡嗎 所以他出現的時候 都會戴眼鏡 都會戴眼鏡 有戴眼鏡 出現的時候 要影哥四、三、七 很難耶 很難 那我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非常有才 他自彈自唱 對 因為我剛剛講的歌 我有答案了 孟哲 創作 盧廣仲 為什麼會猜盧廣仲 這跟盧廣仲有關係 他有演戲啊 歌手 他有主持嗎 他有主持嗎 他有主持 真的有一個音樂節目 好像有這樣 你不要管 你就打他們在 我覺得他們在想要你 所以你確定答案是 盧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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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了 Yeah 真的 盧廣仲有一個 音樂網路節目 對 但是他比較被很多人知道的是 2020年的金鐘獎 他跟盧廣仲一起主持 所以這個也算主持 演戲 演戲就花獎 唱歌就是 早安陳之梅 自彈自唱很有名 又開演唱會 是 現在2比2平手了 好 這個問Paul哥就不對了 為什麼 剛剛你的答案Paul哥一直在想 曹西平大哥 對 年代不對 養髮那些的 如果沒有講什麼結婚生 小孩跟年紀 其實大哥都嘛 尹哥勢上去 對 對 好 來 下一組 很關鍵的一題了 好 下一題請出題 好 第一個題是 它是動物 第二個題是 兩隻小的動物 宇文姐 這是回答 他需要去先猜啊 來 你覺得我們的答案有這麼簡單 都要不要信 有時候你們節目就是 真的 真的 很少動物兩隻 就人類 人類 我們也是動物的一種 抱歉 答錯了 好 答錯了 會飛嗎 會飛 好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很棒 其實問題很棒 不會飛 會飛 那就剩下沒有這種 不是家禽類嗎 OK 家禽類嗎 不是 不是 這個可以講嗎 就是說 這個應該要去動物園 才看得到 有 有 這個提示給你們 對 我舉練 舉了 你舉了 氣 好 恭喜 答錯了 有 帶鼠 帶鼠 有兩隻腳 兩隻腳 不會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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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園有帶鼠 有 帶鼠 手是打拳擊 那是散手 他不會趴 他不會趴下去 打拳擊 這個答案很勉強 恭喜答錯 答錯 誰在待一個人們拔 Hum 可是駝鳥 為什麼駝鳥 駝鳥 駝鳥 是駝駝 駝鳥 駝蝦 獻荷 憲哥家搞不好就駝駝 駝進學 駝駝 駝駝肉跟駝駝袋可以吃 只要可以吃的都算家禽 難得這樣子說啊 也會有人吃什麼 駝駝 那些 所以你的答案是 駝駝 那我要猜 他猜鴕鳥 我猜孔雀 究竟是鴕鳥還是孔雀呢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恭喜鴕鳥答對 恭喜 對嘛 跟大家講一下 謝謝 鴕鳥它其實是鳥類 大家很奇怪 它有翅膀 可是它的翅膀不會飛 因為它翅膀已經退化 其實它翅膀底下那個大腿 是沒有毛的 所以它的翅膀是那種 預寒的功能 對 抱自己的腿 對 就是有一點在預寒這樣子 因為它是鴕鳥腿 對 很瘦 是 那恭喜我們 曲晶海龜隊得了三分 Yay 那下一個階段 可以優先答題全 好 一起進入 《百變大調查》 嫌有人拍照技術差 竟是自己長歪了 像我就是很常出去啊 然後那時候都會很後悔說 哇 我帶了跟我一起出國玩的朋友 拍照技術也太爛了嘛 想說那個 在機場拍兩張嗎 它怎麼拍得那麼爛 對啊 或是到景點 怎麼我回去一檢查手機裡面照片 我都 會不會 妳本來就長來啊 那才在 趕快 我要不是小梁哥 什麼 好 《百變大調查》 今天要請問大家的是呢 飛機 落地之後喔 到了你的目的地 飛機一落地 你會這樣啊 哎呀 就是說你們到西班牙或到美國下去的話 就哎呀 哎呀 忘了出國前先跟男朋友分手 什麼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妳是進去西班牙看到太多了 太多帥哥了 對 才後悔的事這樣子 但我這個名次比較後面不會再拉 我都趕快一點點在上面 那數據啦 跟網路溫度計合作的前八項這樣子 名次越前面分數越高 那這一次呢有Bonus Double Card 如果你就一定中分數高 一出事 等一下分數就Double Card 對 好 那有沒有想到 穿太多 穿太多或穿太少了 對 就是衣服 但這可以搭配 不對對不對 我覺得這可能就50分了 可以啊 就是不合那個氣溫的 對啦 你打開 哇 冷得要死 這也不是穿太多 是衣服戴不對季節 是這意思 對 要嘛穿太多 要嘛穿太少嘛 你確定嗎 因為我每次到飛機 我覺得你腦袋有問題 不是都沒穿 不是 上了現場發現他穿辣椒裝嗎 對啊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衣服戴不對 衣服戴不對 衣著不服季節 需要用這個嗎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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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服裝 穿的或戴的不對 所以有這個答案嗎 有沒有 一定有 恭喜 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大家是在後悔什麼 大家在後悔什麼 沒在錢包嗎 他們都會查一下氣象 對啊 優先答題權就這樣浪費掉了 我覺得這個學妹 小學妹講得很對 這一定有 就出去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外幣換得不夠 現金隨手要換的時候 買東西就很不方便 因為通常你雖然落地了還可以換 可是就會侷限於你量的美金 對 不一定人身上會多帶美金 以防說要再換 而且很多人都覺得 我不用代購我就刷卡 像小梁不會願意刷卡 他不想要付給銀行任何一地錢 不會 不會 我都刷卡 因為刷卡有紅利點數 不會 不會 要刷卡 Stacy姐姐刷卡 好 反正就是類似錢不夠 錢換朋友都還不夠 對 這個答案 有沒有 錢貸不夠 恭喜第二名 外面有賺 對 第二名 他沒有用雙倍 對 我們沒用到雙倍 不然的話馬上領先了八十分 對 因為出去錢是必要的嘛 領願多不要少 恭喜四十分 四十分 厲害對不對 來 來 推銘 我先來猜一個好了 好 猜一個 因為像我就是很常出去啊 然後那時候都會很後悔說 哇 我帶了跟我一起出國玩的朋友 拍照技術也太爛了吧 然後把我拍 就是把我拍得都很醜 然後我那一趟 那一趟出去沒什麼照片的人吧 那主要關鍵在於找錯了 沒有 應該是 應該是 人不對啦 人不對 女伴不對 這是拍照技術的問題 每拍照技術是很天本耶 進不了前八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壞耶 我決定已經答對了 他已經在那個 沒有 美哥 今天我覺得我們先答對 如果你不要後悔的話 你都找攝影師出國就好 可是不一樣 你還是想要跟朋友一起 但我重點是覺得 因為出去玩 現在大家都會想要 而且已經落追機嘛 殺害了 大家都會想要發很多東西 跟朋友出去想說 那個在機場拍兩張嗎 怎麼拍得那麼爛 對啊 或是到景點 怎麼我回去一檢查手機裡面 照片 我都矮肥短 會不會你們 大家就找 那才會 我又不是小梁高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拍照技術不好 拍照技術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用 怪 他講那個什麼衣服沒穿好 那很合理 他這個拍照技術 對不對 沒關係 搞不好一公布 你就可以罵他 對 你再冷一下 拍照技術不好 這個答案 有沒有 自己沒有比 沒有 你看 真的有 可是分數沒有很低 對啊 就是你好不容易到了一個 特殊景點要留念 來都來了 花那麼多錢 對不對 截頭截尾的 搞到平常在台北的時候 就多練一下 真的 因為這個會很昏擾 是有時候去一些熱門景點 對 你如果拍很久的話 後面拍很多人 對 那你就不行 但妳是說會拍的嗎 所以你就只能夠很快的說 好好好 可以可以的 趕快換下一個 結果離開那邊之後發現說 哇 怎麼拍這麼爛 其實你要再去拍 你要再想要重拍 你要拍很長的隊伍 對啊 所以拍照技術就很重要 恭喜20分 20分 好會 加油 加油 那我覺得我們就可以雙倍了 怎麼還可以雙倍 也是小學妹講的 要怎麼樣 他講一個 我覺得很高級 很高端 而且很必要 答案還有分高級跟高級 這個就是很有Sense的人 那第一集的答案是什麼 譬如說拍照技術 或只是衣服帶穿翠 對 很棒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需要一些 高級的答案 對 就是我們都很淺嘛 我們這個是跟生命很 搞到他一講出來 你就可以笑他了 不會 旅遊平安鮮 怎樣 沒保 快沒買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在意 沒買保鮮 我上個月親身 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出國的時候 因為我要出國滑雪 然後我就只買了 就是意外鮮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是 意外鮮跟旅平鮮都有一起 結果他那時候才跟我講到 沒有 我買這個是分開的 那問我要不要買旅平鮮 我想說 應該不用吧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出國也沒遇過幾次 結果就那一趟回來的時候 回程遇到班機取消 那你虧很大耶 完全就是一個 你知道旅平鮮 班機取消喔 他給你證明 你可以賠1萬塊 就上萬的 然後還不包含 那個航空公司 給你們的那一些什麼 來回的交通費 還有餐券 那有需要用這個 可我覺得 要啦 我覺得轉監好了 旅平鮮這個 沒剩幾題了 還是我們先保留一下 所以我們才打兩題 好 所以你們答案是旅平鮮 旅遊平安險中保險類的 沒有買到 不夠 這個答案有沒有 旅平鮮 沒有 好險 沒有 好險沒有雙倍 高級在哪裡 高級 高級在哪裡 高級在哪裡 多了解 有沒有好 我決定是你要用 這個要用 有 好像寫完高級 你先講你的答案 先聽一下是嗎 不然不要跟阿姨一樣 其實剛才那個 就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找錯旅伴啊 對 找到那種會鹹的 然後鹹得流暖 鹹得流汗這種的 對 然後說什麼 這個難吃 這個東西很麻煩 要不然就是跟家人出去 麻煩他們 對 然後用那天幫牛 坐在幫牛 然後說我在飯店休息就好 那你來幹嗎 然後四個飯店說好貴 我為什麼要這麼... 光迪士尼說腳傷 對 這些的對不對 要用這個 一定要把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但不對 他要用Double卡 請問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三名 Double卡好了 對 恭喜 Double卡 你們剛剛有使用Double卡 有使用Double卡 現在40Double變80 跟市價原本 好 恭喜100分 對 很棒 所以你們是要 我覺得我們這個可以Double 這個可以 因為這個跟 剛剛你們有講到 對 有講到 對 沒講到啊 可以說答案 譬如 下飛機發覺沒有辦網卡 或漫遊 漫遊很快啊 相信網路 網路 因為一旦你沒有申請到國外 就是國際漫遊 那個回來可能上萬卡 對 所以你出國前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下飛機以後 你發覺沒有一定會很緊張 對啊 會焦慮 網路焦慮 我覺得可以 可以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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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這是 這很高級 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 然後他用Double卡 那這個答案 有沒有 一定有 有 恭喜第八名 最後 熱成第八名 怎麼可能 因為很多人 很少人現在出去還不辦網路 一定都會先辦 那都等於像辦殘廢了 對不對 還是會有網路 不是 你那麼怕冷 你這樣子 還有什麼都叫我網路 很冷 可是我很少轉不當正面 我告訴你 你餵小鳥 我有在怕嗎 或者是買不夠 對啦 買不夠 你用一用可能那個 開始降速了 對 或者是就傳來說 不好意思 你只剩幾 那個很慘 然後如果剛好你又在迪士尼 跟小孩走開了 對 走失了 然後你發覺你網路沒有了 嚇壞 30分Double 變60 60分 我現在才出平 平手 我覺得有一個 就是我之前親身經驗 是 就是老人家 沒帶藥 好 這個很嚴重 這個嗎 因為我有痛風 所以每天要吃 那一次我跟咪咪就是去泰國 結果一下飛機 我想說完了 我的痛風藥沒帶 整個直接是用那個 被那個輪椅推下來 你知道嗎 好高級 很慘 然後就是 搞不好好高級 這種不需要 不需要 對 那這些就是 沒帶藥 沒 重要的 到了發現藥沒有帶 對 這個答案有沒有 這個遊戲 第四季 耶 對 貼身用品 對 貼身用品 因為現在不管是藥還是貼身用品 都很重要 恭喜20 好 120 我用愛你啦 第一名還沒來 到第一名 我覺得很常遇到的就是說 你出國之後 對 你發現你的語言能力不夠 對 因為雖然你 你不一定會去學當地的語言 對 都想說英文應該會 可以 但當你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發現你沒辦法掉 我餓了 我真的 對方的英文 對 對 是對方 然後你學 我大概十年前 基本的什麼日語、韓語 發現糟糕 我都不會 沒辦法 我十年前 還沒有什麼翻譯軟體那時候 我去泰國 對 然後我就找到一家餐廳 我真的很想去吃 計程車叫來了 給他看說 吃 OK 餐廳 OK OK 從大馬路 我們一定是住在大馬路嘛 對不對 他開到小巷子去了 然後到了小巷子去停車 那我們就說 餐廳 吃 他說 這裡 那個跟我們講的餐廳 完全不一樣 他只是隨便開到了一個餐廳 他就把我放下來 就說餐廳、餐廳就這裡 你知道嗎 那你要怎麼跟他講 完全沒辦法溝溝 對 對不對 我有去曼谷的時候 不是 因為我年輕了 去Go Go Bar 對 我要去跳舞 然後我就跟司機說 Dance 然後Man Handsome 他給我再去牛郎店 很棒 我了解你 這就是你要的 這個人沒有錯 我們編劇女的騎士 他去的地方 小隊友而已 他臉上 你看他 現在我們上一個單元 他好厲害 好誇張 猜一定嘛 會猜出錢子 牛郎店 我要說的是Night Club 是夜店 但我不知道是牛郎店 可是我跟我朋友 嚇一跳 你 因為你Night Club的 下一拖就是那個店 對 所以你一直提前過 對 誰一拖 對 好 但你也不浪費時間 但你剛剛講這些 就是我們共通之處 就是語言 語言能力不足 對 不足不夠 對方有可能 我們也有 那這個答案 有沒有 我覺得他這會中 一定有 恭喜第一名 來 恭喜 好 等一下 我摸了 恭喜 有嗎 太誇張了 不好意思 不用轉了 不用轉了 恭喜 五十分 現在領先了 一百五 那邊一百二 來 憲哥是我人生中認識 出國次數最多的 憲哥都是特例 然後他的那個書包 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 有時候會有牙線棒 有時候棉花棒 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東西永遠都會有 變壓器 而且它那個變壓器 就是說 八十國都可以插 然後各種角度的轉 三孔 四孔的 對 還有原兵的跟扁的 對 我每次都會被這個 可能感受一下 電器用品 戴的不對 戴的不對了 電器用品不是天生 或充電器 對啊 充電類 沒帶充電的 對 電器用品戴不對 是的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七名 對 轉接頭 轉接頭 電壓器 電線很多啦 除了手機 相機也是嘛 行動電源也是 然後其實每個國家的電壓不一樣 說一百一啊 兩百 對 那有時候你轉接頭有 可是變壓器卻沒有 是 所以變壓器跟轉接頭都很重要 好 恭喜 三十分現在一百五 平手 好 平手 平手 這就是誰猜中這一個 誰就贏了 對 我覺得比較國際化一點 還是 國際化 對 就想到了 對 這很高級了 很高級 哪一個 東高山必備威爾綱 副作用 進城主作用 台灣高鐵最南端的站是哪一站 左營 正確 牛頓提出的運動定律總共有幾個 三種 正確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是哪一條 心臟鐵路 正確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鐵路 因為心臟高原 它那邊海拔已經五千多公尺了 對 那你要去坐這個鐵路之前 你除了要有車票 你還有一個健康證明 要帶威爾肝 對 怕你有高山症 真的 就是 我跟你講 其實威爾剛本來就是治療高山症的藥 對 心臟 只是後來發現吃下去的副作用就是會硬 然後就把它 後來副作用變主要的作用 對 對 比較國際化一點還是 國際化 對 我想到了 對 這很高級了 很高級 哪一個 我出國要換國際駕照 有一些證件 要租車 然後國際駕照沒帶 對 或是有一些 類似就是你出國也要 也有國際學生證 國際駕照 類似就是 證件沒帶起 證件沒有帶起 這個答案有沒有 國際駕照 恭喜第五名 國際駕照 對 因為我們常常會去當地去自駕 自駕有 其實不對啊 不管是駕照還是一些駕照 其實都很重要 出去前駕照一定要背起 是 沒錯 居然站到最後一刻 戰況那麼激烈 對 是誰啊 駕照隊170分 好 恭喜莫車 最後一題 可以參加我們的 《百變終局之戰》 那我們的十萬元家電大獎 的內容有哪些呢 今天獲勝可以得到 50吋的4K液晶顯示器 還有鋼板電瓶三純冰箱 陶瓷室電暖器 還有微電腦後煮電子鍋 無線馬達吸塵器 通通送給你 通通喔 但是自己搬走 謝謝 沒問題 我們有現貨 隨時可以搬走 是 還好我家離這裡很近 很近 還是要先問一下 我們關主的意思 首先第一位是 曾儀 台大電信工程的碩士 也是德州庫克的國手 接下來第二位是 國際律師 尤潔諺律師 你好 但是也有一些福利要送給大家 對 我們現在現場有三張卡 第一個是時間暫停 如果你像比賽也有暫停 如果我需要喘一口氣冷靜一下 我就可以出示暫停牌 OK 好 然後第二個是強制換人 就是如果覺得說 我打不下去 不然讓隊友來 可是換人的時候 你們要換得快 因為換人的時候 我們時間是不暫停 就還是在跑 所以你要準備下一位 到底是誰 對 要先講 他換人是隊友 不是敵隊 也不是官主 我來打 也不是官主 你就只有職業可以 均白可以換 不然的話我就是打錯的時候 才換人 不然你覺得壓力很髒 或者是連續 卡住 一直卡 你就換人來打 對 還有第三個呢 是官主連打 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是一人一題 丟來丟去嘛 可是你出示這一張牌的時候 官主必須要對兩題 才會丟回來 可以讓他 如果沒有 最好的timing點就是 這一題我確定不會 我馬上出示這一張 所以我的當下這一題 我不打也沒關係 他就換新的題目 就換到對面 好 那你這樣可以拉他很久時間 好 沒問題 這三選一喔 三選一 他不是三張都給我 沒有沒有 三選一 官主連打比較好 對啊 官主連打一定是最好的 那你覺得 但是就是看手氣能不能抽到 是是是 我抽到 他剛好會 好 我就選這個 確定 確定 因為我 我從貝妹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就是 當然 要換個開心的 就哭他 對啊 所以我確定就是 因為我就是 左右邊選一個開心的 他確定 好 來 請拿走 恭喜你抽到的是 強制換人 強制換人 不錯啦 你們先講好 先講誰啊 如果他使用 下一位是哪位 下一位是 應該是Paul吧 Paul可以 可以換褲嗎 不行 哪裡啊 那阿欣 如果你不行 你就換我 有啊 好 那會不會題目一出來 我就不行 不會啦 你要整理 好 OK 好 準備好了 一般是我們來賓先答題 一人一題 好 都是99秒 率先歸零的就淘汰了 OK 老師 請出題目 小玉西瓜的果肉是什麼顏色的 黃色 正確 度假聖地關島 位屬於哪一個國家呢 美國 正確 曾入選冰球果手的台灣男藝人是誰 許孟哲 正確 清明節 青年節 情人節 哪一個節在四月呢 清明節 正確 台北的四壽山是指象山 獅山 虎山跟什麼山 呃 Pass 下一題 台灣高鐵最難端的站是哪一站 左營 正確 吳山儒跟陸西派是什麼關係 姐弟 正確 踏破鐵鞋無密處 下一句是什麼呢 呃 得來全部費工夫 正確 Yes 電影阿凡達當中 那美人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 正確 在笑傲江湖中 東方不敗練的是什麼武功 下一題 牛頓提出的運動定律總共有幾個 三種 正確 江母鴨通常是用公鴨還是母鴨來烹煮 公鴨 正確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是哪一條 呃 青藏鐵路 正確 我難過 我不難過 請問哪一首是5566的歌 我難過 正確 可怎麼過我 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是什麼呢 比特幣 正確 Hello Kitty的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Daniel 正確 正 你也知道 大福是來自於哪個國家的甜點 大福 日本 正確 被稱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的是誰 韓裕 正確 Like father like son 與中文哪一句諺語相同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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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 泰國的潑水節通常在每年的幾月慶祝 四月 正確 南韓之名男歌手GD 他的本名叫做什麼呢 全智隆 正確 時間暫停 喂 現在關主50秒 那孟哲還有38秒 差這麼多啊 其實你剛剛有一度是一樣的時間 但是那個 他想太久 他都來上 對 對 那個浪費了一些時間 那時候你就趕快抽強制畫來 因為尾文姐已經在旁邊純純玉奈 對 尾文姐剛剛 對 你也卡住在看 有欺負啊 對 大家答案嗎 虎腹無犬子嗎 不對吧 有欺負必有 有欺負 因為我剛剛腦筋出現的是虎腹無犬子 但是想說不對啊 這意思不對 也不對 對 我想意思不對 葵花寶典 我想等一下有文學的都給你 因為我文學很弱 沒關係嗎 你剛剛答的 他很強耶 對啊 什麼世界的 青藏鐵路 因為原來也想要去青藏 青藏鐵路 他很強 你放心你可以 青海到西藏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鐵路 因為青藏高遠 它那邊海拔已經五千多公尺了 對 那你要去坐這個鐵路之前 你除了要有車票 你還有一個健康證明 因為不然他怕你在上面如果出事 是不是自己要帶個氧氣筒什麼的 不用那邊有 要帶 要帶威爾幹 對 怕你有高山症 真的 就是 我跟你講 其實威爾幹本來就是治療高山症的藥 只是後來發現吃下去的步作用 就是會硬 然後就把它 後來步作用變主要的作用 紅種 就跟可樂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 像青藏高遠 全長大概是一千九百多公里 真的是很長 所以要注意安全 因為海拔到五千公尺 其實很危險 這不是開玩笑 那孟哲剛剛有一個 台北的四壽山 就是大家很常去爬山在 信義區嘛 向山 虎山 獅山 還有 豹山 哦 豹山 有這個山 沒聽過 向師虎豹啊 對 向師虎豹 四壽 所以才稱為四壽 四壽山 都在信義區那一帶 厲害厲害 然後東方不敗練的就是 葵花寶典 因為我沒有看那些 就是武俠小組 所以我想說 這個我可能不會 我就趕快去看 就直接PASS 很果斷 因為他前面有什麼 預練此功必先 預先自功 就他就自功練 練到最後一頁放開 沒有志功也可以練 你也能成功 你講的 我真的這麼開心 沒有自功 後面那一段我開玩笑 對 其實我們現在是官方暫停時間 你落後12秒 你可以換人 但是你的卡還是在 但或者是你不換 你待會兒如果真的不會 你再使用你的卡 對 我覺得我主要 弱是弱在文學的部分 你先不要換 你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不是文學 我就繼續答 對 遇到我不會 我就馬上換 加油 那你們千萬要記得 因為你現在只剩下38秒 所以你換人的時候 下一位 要假設想答案 對 因為換人 衝上去要講答案 我們就試驗神 好 先手刀 好 好 所以我們孟哲繼續答題 繼續答啦 準備好了嗎 好 老師 請抽筆 在羅馬數字當中 代表5的是哪一個英文字 英文字5 26個哪一個字 1 1啊 下一題 知名國片海角7號的導演 是哪一位 魏德勝 正確 電玩快打旋風當中 最早的女性角色是誰 春麗 正確 木蘭詩當中 雄兔腳扑朔 雌兔也怎麼樣呢 野迷離 正確 在台灣過度過 收視率最高的日本動畫是什麼 小丸子 下一題 日本311地震 造成核災的地方位於哪裡 正確 48秒 龍蝦的血遇到氧氣之後 會變成什麼顏色 黑色 下一題 美國職棒聯盟 紅化隊位於哪一座城市 洛基山 下一題 紅化隊不知道波士頓 知名汽車品牌保時捷 來自於哪一個國家呢 德國 正確 中國歷史上 版圖最大的是哪一個朝代 元朝 正確 不自由 國民死 是哪一個國家的隔夜 時間到 好可惜 他的卡沒有用到 對 但也太難了 但是也都打到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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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紅襪 他節目很難 紅襪 紅襪 對 國馬數字五字厲害 是羅斯頓紅襪 對 對 然後還有這個 前面有一個是 羅馬數字五 那你在英文的話 會有什麼 哪一個字母表達 其實我那一題 我題目沒有聽很清楚 對 然後我只是想說 第五個代表是什麼 然後我就 以為是 第五個英文 ABCDE 第五個是什麼 因為其實像羅馬數字 我們常常在一些 鐘表上面就會有看到 對 那它代表五的英文字母 就是V 我們以前學古典和聲學 也都是用羅馬極數 對 對 所以那五是V嘛 然後 五減一左邊畫一槓就是四 四 五加一 這邊畫一槓就是六 所以它最多到七 譬如說 V是五嘛 然後往右邊一個I VI就是六 VI就是七 它就是有一個邏輯 你去這樣子去寫上去 剛剛還有一個是 在台灣播出 收視率最高的日本動畫 我沒有台灣的 小叮噹嗎 歸賊王 小叮噹 小叮噹 收視率喔 對 是在台灣的電視節目 收視率最高 電視節目嘛 收視率最高的 是有到7% 7%是很高的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零點幾就已經慶功了 對 小叮噹當時是7 到7% 對 如果說以電影來講的話 現在票房最高的第一名就是 鬼滅的無限列車 第二名就是最近的灌籃高手 灌籃高手 對 動畫滿多的 對 但是如果以電視節目最高的是 小叮噹 然後還有龍蝦 龍蝦的血遇到氧氣會變成什麼顏色 就是藍色 最主要跟人類不一樣的是 我們都知道血裡面有鐵離子 對 所以我們人類的血是紅色 那龍蝦它裡面是 紅米紫 所以龍蝦的血是藍色的 對 用這樣去分 好 孟哲也是表現得非常好 因為她的台數28 對 那個三組太強了 對 好厲害 像這一隊其實也滿強的 對啊 我剛剛看到Lucy她一直講 我其實幾乎都會 對啊 她這會在我旁邊一直打 但是我必須要講是樓上跟樓下是不一樣的 在台上跟台下的時候 真的 因為在下輪 打下去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緊 真憶跟她姐姐也不太一樣 哪裡 哪裡不一樣 哪裡這樣啊 他們就年紀差三輪 兩輪 等一下 有到三輪嗎 兩輪 兩輪 一輪 一輪 我們請關主解答到底差幾輪 差幾歲 差十三歲 十三歲 一輪 一輪就誇張了 對啊 你下次講給真莉姐聽 是 真莉姐會翻臉 對 那妳剛剛 因為妳之前來過嘛 我那時候差一秒 對啊 而且剛剛那個題目 妳OK吧 沒有 其實我覺得她這個問題 還是有針對 我覺得滿多運動問題的 對 其實孟哲比我還熟 還問她什麼路選冰球代表 還說我難過不難過 是 那以後有空常來 我們想來 謝謝兩隊熱情的參與 謝謝 也謝謝關主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智中心 一起重腦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